禮拜天就是母親節了 不少人都會送媽媽送花送禮物 來表達心意 不過今年的康乃鑫 因為產量減少 導致批發價一把價格 從85塊漲到了126.5元 民眾如果到花店買花 小小一支康乃鑫就要100塊 而另外在蔬菜方面 也因為4月份連日強降與影響 菜價到4月初大約上漲了55% 趁著上班前到花店挑花 母親節前最後一個上半日 不少民眾看的選的全是康乃鑫 不過仔細看看這價格 實在讓人有點買不下去 沒有光是單支的多頭康乃鑫 就要一張百元鈔票 十道一束春差了三朵永生花 大紅色康乃鑫搭配乾燥花 就要2500元 之前可能就比較大數 現在小小說就100塊 需要多花一點成本 去做一個租付 即便花價長得厲害 還是要買一朵花 給媽媽了表心意 根據台北批發市場 交易行情數據 去年的母親節檔期 每把康乃鑫要價85元 跟以往差不多 但今年的國產康乃鑫 平均批發價 每一把漲到126.5塊 主要關鍵在去年 康乃鑫運苗期 遇上連續幾波大雨 導致染病 造成今年產量 減少大約兩到三成 花店也得積極搶貨 我們要批發鮮花的話 其實是有困難 叫不到火 等於說是用搶的 就是趕快抱著就走 台灣的話大概是250 比往年大概漲個 大概一兩成 只是同樣變貴的 不只是花 蔬菜方面也因為四月 連續強降雨 導致價格飆漲 小白菜上個月 每公斤只要十四元 如今卻漲到四十一塊 青蔵菜跟絲瓜 也都漲了一倍 萬劃起漲的年代 民眾送禮買菜前 可得更加精打細算 記者